哎呀 敏总监 你还是穿短裙更好看地儿 要是女后天天都能这么穿啊 保证我们研发部所有的男人 干几回来都更带劲 谢谢丁总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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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冬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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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我打脚哭的 我给了你两年的时间 你挂了多少钱 你现在让AGS先投入临床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 我们之前对迷斯做的所有的努力 现在全部打了水漂 我早就说了嘛 这女人搞严犯 那不就是开玩笑吗 非要搞什么迷斯的 你以为是做头发 做指甲呢 不喜欢就换 那可都是钱啊 最后你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了 那丢脸的不还是百安杆合作 就算迷斯的现在竞标失败了 你也没有资格这么说我吧 当初要不是你那个什么 IG蛋白转化项目迟迟开发不出来 最后直接停摆 我也没有必要急着开发迷斯 来稳定股东们的信心吧 不是 米霍你 好 好 好 我们不说当初 咱们只说现在 米霍 你给我立过筋令状 现在这种情况你说怎么办 何总 离我们约定的时间还有一个月呢 一个月 你想 何总 这不是还有一个月呢吗 小二千 我以为你说那些话是跟老何赌气呢 没想到真的你有点乾坤 这个时候何海翔和丁一峰 指不定都郁闷哪 行行我就开心 小姐 干嘛你 在这儿打游戏 现在午休时间 你还有午休呢 用不用我给你吹吹背啊 各位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家人医院决定使用我们迷斯特 所以呢 今天晚上我请客 曹总 我想吃贵的 没问题 大家想吃什么呢 随便点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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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传上个项目了 好像谁没谈成过似的 不是有什么可以的吗 就是 哎 彩彩 这个研发一部 没让我们二部帮忙收拾烂摊子 独立完成的项目 是几年前来着 我 哦 对了 那时候你还没来 看我这记性 那时候 哎 来 听从前 哎呀 您能小心一点啊 每次都这样 我 我这咖啡挺贵的 上次你也才会这 工作权 你说你干嘛叫他来啊 人家是金竹爸爸 我这不是为了培养感情吗 方便以后工作 嗯 怎么 敏总监好像不太欢迎我 有吗 没有 怎么会呢 敏慧呢 他在谈技术研发的时候头头湿道 在这种场合他不擅长 行总 不用介意 是吗 我记得在程启让的酒会上 他可是自在的好 我上次呢是因为 那个 是这样的 今天呢 我请大家吃饭 主要是为了 我们MIST 和佳人医院首次合作成功 在座的研发二部的同事们 都辛苦了 来 我代表百恩敬大家一个 来来来 来 干杯 干杯 谢谢 舅舅 新总 大家开动吧 好 开动 开动 来 新总 第一个呢 可得敬您了 感谢对百恩的信任 我干了 等新总会完再给新总买上 可以呀 新总 来来来 我再敬您一杯 祝我们合作愉快 慎慎历历历 干杯 来 先敬您一个吧 这一位 草木 关他干嘛呀 之前把我们 折腾得那么惨 我就不能出口 口气 不是 你知道吗 对 我有分算 你不是说话 你怎么会不中访啊 乖 我接个电话啊 来 这什么 他就说这个 你这么能喝 来 干一个 来 喂 喂 姐 刚刚医生跟我说了 我明天就能出院 我 我跟你说一场 真的 那我明天去接你吧 不 不用 我 我 你要是太忙 不用了也行 没关系 我明天一定的 等我啊 好 新总 向您学习 敬您一个 小胆 这段时间呢 你辛苦了 咱俩喝一个 我干了 这就对了 你们露着干嘛呢 别露着啊 来来来 大家一起吧 大家吃好喝好 咱们不醉不惠啊 好 好 好 不醉不惠 不醉不惠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不醉 上班上 来来 我喝了 你喝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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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沫 快 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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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差你了 咱俩喝一个 我来 我来 来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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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你为什么能把事情搞成这样 竟然这么轻易地 就被人抓住了把柄 竟然这么轻易地 就丢掉了和家人的合作 竟然这么轻易地 就被那个姓鑫的一脚踢开 而我们只能吃哑巴鬼 林心远 你的脑子到底在干什么 你在想什么呀 启让 这次真的是因为敏蕙太狡猾了 我真的没想到 她会和辛琪一起作局 骗我打那个电话 我当时看到敏蕙和朴太太在一起 我就慌了 你没想到 一句你没想到 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启让我知道错了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想办法弥补的 什么弥补 你不是让我查敏蕙和辛琪的关系吗 我查到了 你看 这些都是 这段时间他们俩经常见面 但当着外人的面 他们俩装作互不欣赏 辛琪在投票的时候 投的根本不是AGS 她从一开始就支持迷死她 我们这次之所以会输 绝对是因为敏蕙 给我带上辛琪了 你知道吗 敏蕙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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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对不起 我 填好 夕悦 我真的有点累了 我们等我 早点回去休息 行吗 好 嗨 你知道我收到谁的邮件了吗 家人医院 他们决定又遗失他了 你就不能装得惊喜一些吗 确实比我预想的稍微快了一点 真的假的 曹总 好 姐姐 你急什么呀 你看看你 差点毁容 我怕你以为家里没人 就又再走啊 来 过来点 有点疼啊 不 不疼吗 嗯 不疼吗 不疼吗